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這條影片會跟大家很快速地說說Greenhouse的最新更新 之前的幾條影片都比較專注於它上面比較高端的Panorama Collection 現在新出了樓下4至37樓 叫做Vista Collection 即是正常一點的 一房兩房三房單位的這個 portion 出了 亦都出了Fall plan 價錢 亦都開始preview 未來可能一兩個月內就會開售 今天跟大家更新一下 主要更新的 至於Panorama Collection 也有新的更新 我們放棄最後講 這次4至37樓的Vista Collection 我們會講的跡已經出現了 Kerry也認真研究過 4至37樓是Vista Collection 一梯總共有8個單位 而且主要都是大單位為主 這字這麼小 怎麼看 我稍後會一個個放大 或者我可以開這個給你 這次貫徹之前Concord很多項目的特色 是以大單位為主 大家看到整層只有一個向北和向東 這兩個深色是一房單位 這些黃色全部是各種兩房大兩房單位 最後這個綠綠地色是三房單位 如果大家記得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 一些sky view 或者圖片 其實Greenhouse的其中一個賣點 就是它非常接近 Central Park 所以它的樓盤本身除了賣高端 例如它的電器全部都是MIRROR 設計比較漂亮之外 就是寧靜和景觀的 我們很快看一看航拍圖 之前我們跟大家分享過 這個是Greenhouse那座樓的位置 這邊向南 sky train是向南的 sky train站在Liddle Patterson 這邊全部都是Central Park 大家看到它和Central Park之間 是隔了一行的Low Rise Building 這一塊很難有rezone的可能性 因為這一座樓都在很久 還有一些石屎在這裡 這裡可能會有Galry Zone 但至於它的Zoning都是Low Rise 不會一樣起高樓 所以它的西藍也很漂亮 北邊有一座樓在這裡 這一座樓差不多三十多層高 所以其實北邊如果買到三十多樓以上 開始就會看到一些山景更漂亮 它很近 Central Park 我們回來看看 剛剛說的西邊 西北西藍更漂亮 其實就是這一塊的風景景觀會比較漂亮 尤其去到高樓層 如果北邊都美景的話 這個 corner比較漂亮 我們一個個看看 我們不如由最大的攤位看起 因為很多朋友都關心大單位的職位是怎樣 這個是西藍 corner的三房單位 西藍 corner 基本上可以說 這一邊的景觀都是Central Park 然後這邊又多一點點扭景 它三房單位都有1015呎 這個是室內面積 計入積 計管理費的面積 它外面的露台是715呎 今次Concord Greenhouse的露台 都會有retractable glass system 但今次它的系統和我們之前看的Concord Natural 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就是它用上下拉的模式 變成大家比較容易控制的玻璃板 到時會是這樣的 上面會有一個位置留空 這是根據Burnaby市政府規定的 但它每一塊玻璃中間的隙隙就會很少 這塊就是它收納下來的情況 你可以把它放下來 不覺得它有一塊玻璃 但也可以把它抬起來就像這裡一樣 就會是這樣的形成 我們剛剛在看三房單位 三房單位1015呎 門口進來是steam closet 洗衣機乾衣機衣櫃 廚房是有中度的 這邊還可以擺櫃 飯廳在中間 客廳出露台 這些儲位全部丟出露台 另外就是三間房 這兩間房向南 這間主人房向西邊 有多一些central part view 而且它的職主人房畫得最漂亮的一個 門口進來有一個walk-in closet 洗手間是5 piece 而且是一個日式的 先進去是shower 再進去是浴缸 房間的size都很大 有sliding door 可以出去 衣服間和洗手間是分開的 少有這麼漂亮的主人房的職 這就是三房單位 大家見過外面的露台面積 都可以放到很多梳化 白人桌的地方 然後我們看看正西的 正西的這個單位是845呎的兩房單位 B3 它的露台也不小 三百多呎 而且有一個很進去的cover area 這個兩房單位都是Carrie覺得算是比較美的兩房 門口進來完全沒有走廊篩位 就是一個linear 加一個中度廚房 飯廳 客廳 門口這裡有steam closet和衣櫃 這裡進來就是兩間房 這間房是客房 然後這邊就是客房的客廳 他們之間的距離很近 適合老人家住 然後主人房就是放在這一邊 和旁邊這房都是主力場會厚身一點 亦有個大衣櫃 帶著三層的洗手間 主人房出來 還有一個套進來的露台位 多一點點 privacy 它的職位基本上很省位 亦都是看著Central Park的美景 前面沒有高樓 這個就是845呎的單位 然後上面這個就是Carrie覺得比較特別的 它就叫做2BECCA GUESS 其實都是一個接近三房的單位 這個是很實用的 很適合大家去買一個沒有三房那麼貴 但又可以當作三房那麼用的單位 930呎是怎樣畫的呢 東北角度 首先門口在這裡進來 少少的走廊位 門口這邊已經有一間房 也有自己的衣櫃 出去有露台 然後進來是客廳 這些是洗衣機 衣櫃 這邊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這個位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是主人房的洗手間 也有兩個衣櫃 主人房這邊也有一個向北的露台 然後進來就有一個很長的廚房 這個比剛才我們看到的廚房再長一點 桌面空間會多一點點 這個雪櫃 這些全部都是桌面空間 因為它的焗爐是放在這邊的 這邊是桌面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飯廳位 這些全部都是瓶子 然後有一個階段的住室 我們有沒有發現 如果要比這個三房單位 和下面這個三房單位 這個階段位 多窗多採光那邊會有房 變成客廳的 這個客廳也很闊身很大 有很多個blast plano 玻璃門 然後才是第三間房 這個房就叫做guest room 因為它可以放到雙人床 小一點點 但沒有衣櫃 所以這個叫guest room 大家可以放梳化床 或者做書房也很舒適 向北的這個房 所以這三個職 如果大家比較喜歡大單位 和想找到有一個漂亮的景觀的話 這三個選擇會比較安全 而這個西北 corner 這個 depends on大家的樓層 因為大家記得 它前面有座樓 也挺高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盡量看少一點 這個樓 多些山徑 要樓層高一點 可能去到三十多樓才行 兩個一房單位 分別是一個小一點的向北 502呎 全部齊了 門口進來洗手間 L-shape廚房自己買一張桌 然後客廳 然後這裏進去就沒有整門 但是你也可以再加個簾 或者自己加到門都可以 然後一個大的房間 還有位置放書桌 其實它的房間挺大的 他也不整 對 我不知為何不整門 其實我真的不太明白 我想可以後期製作 這裡加個barn door 因為這裡有牆給大家洩門 然後這裡就是衣櫃 我覺得房間明顯地大 你感覺到這個房間是大的 露台也不小 這個502呎的一房 露台也250呎 而且全部都有glass panel 變了外面的位置 可以當作一個second的廳 當然 因為北邊沒有打斜出去的景觀 就會增加前面的建築 另一個一房單位就是向東 向東跟大家說一下東邊的景觀 我們看看這個 其實大家看到向東 基本上是向Match Hold Town方向望 其實很多樓的那邊 然後近一點的地方 現在大家去的site看 就比較多矮樓 但實際上向東已知正在建 已經有Perola、Nuvola、Central Park House 未來這些矮樓都有再改建的機會 所以向東的話 其實會更加多的是City View 晚上的夜景會挺漂亮的 日後可能會覺得多不同的樓 向東邊的這個一房 就會更大一點 它是581呎的室內面積 而露台反而小一點 223呎和橫一點 這個一房單位的話 少少的走廊位 門口進來有衣櫃 有Washer Dryer 這邊有衣櫃 這個是Steam Closet 反而是廚房沒有L形 就是一個長條型的廚房 然後是客廳 進來之後是洗手間 這邊是房間 衣櫃 再加一個釘 釘可以放到書桌 我覺得這裡大家如果加個簾 就基本上好像一個主人套間 好像Walk In Closet 不過因為可能它要將面積 用來畫了釘 所以我覺得Living Space 比起這個小一點的一房 是沒有那麼寬敞 這個一房大家看到它的廚房很漂亮 長條型L形的廚房 所有客飯廳都大一點 我Carrie會覺得這個比較帥 剩下大家還有三個兩房去選擇 這三個兩房各有它的特色 剛剛跟大家分享了 東邊就多些扭景 所以如果大家選擇東北邊的話 除了一扭景之外 你也會有些垃圾出去 其實東北邊是有六弧體的 都挺漂亮的 去到某個樓層開始之後 這個是比較小的 672呎的細量房單位 雖然它是細量房 不過它也不差的 它兩個房間是分開的 而且這個房間有沒有衣櫃 我這個房間是沒有做衣櫃 但是有一個衣櫃位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再買衣櫃 然後這個主人房套間 都是兩房兩次 這間兩房單位的特色 就是長條型的廚房坑位 另外它的客廳飯廳都可以分開 而且你看到它的大Cornar L形 就有一個很大的景觀 因為這邊全部都是Glass 所以這個客飯廳會採光非常好 因為它到處都可以入光 有向東、北、山景、六湖景、樓景 路台都不小 室內面積672呎 室外面積672呎 這個單位都挺誇張 室內面積672呎 室外面積642呎 這個都挺厲害的 好 然後又看看這個 這個700多呎的兩房單位 它都是有點類似剛剛那個單位 這個走廊再短一點 然後這次就是把客飯廳放在中間 一樣都是長條型的 客廳飯廳分開 有些Glass door 然後兩邊房分開 就好像兩個套間 這個其實是客廳 門口進來是房間 然後客廳有衣櫃 將它關起來就變成一個套房 這邊進來才是正式的主人房 主人房衣櫃 以及主人房洗手間 這個就是東南角的兩房 東南的話雖然這邊有樓景 但是南邊又回去有多些central park的景觀 所以也不差 最後那個話說得有點累了 這個兩房其實跟剛剛向西的兩房很相似 這個845呎 這個813呎 就是門口進來 就是有Island 有飯廳、客廳位 兩個房間黏在一起 各自有洗手間 這個特色是有大的walk-in closet 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可以一口氣 很快 可能很悶的 跟大家分享了Queen House Vista的collection 今次Carrie看積積 就覺得它也挺多元化 比起以前的積積可能很悶 每個兩房都是差不多 這個 喂 哈囉 哦 是啊 你好 現在在這裡講醫生病房 是 是 是 就去手術做完了 應該不用去ICU 哦 直接可以入病房 是啊 進入病房 哦 好 好 沒問題 我們都盡快過來收拾東西 怎樣 現在不需要放在ICU 直接就回到病房就行了 你要不要說一下 剛才有什麼事 哦 這個要上去 其實Carrie有沒有發現我不是在香港 不是 有沒有發現我不是在香港 Carrie剛剛飛回香港 主要是因為媽媽有些事情 就進了醫院 就做了手術 沒有帶外了 已經剛剛醫院告訴我 就安全地出來 現在只需要好好地休養就可以了 所以Carrie暫時在香港 不過都會繼續努力服務大家 我們就說回Green House 現在Vista Collection的狀況 剛剛跟大家分享了他們的積 這個積也是剛剛新鮮滾熱 一兩天前出的 Carrie已經更新到我們的網站 至於它的示範單位 即是那些廚櫃 它也是那兩種顏色 讓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這個就是Creamer的collection 就是櫃是淺色的 然後這台面是深色的 另外有個collection叫做Gricio Gricio在哪裏 那些櫃是深色的 然後… 它不是深色的 它是黑色 對 它很深色 深到黑 然後這邊的長壁 那些叫做Back Splash Counter Top 那些桌面 就是白白色的 然後用這些黑色的 不是黑色的 它好像不是密實黑 大家去過show 看到它有一點反光的 電器collection很英俊 這次是會全部用MILLA的電器 像這個showroom 如果大家未去過朋友 不用擔心 你跟Carrie WhatsApp 在網上登記 我的網站上有連結 大家可以進去 Carrie這邊也有partner 就是Carrie 可以幫大家約好時間 進去看看showroom 至於大家想入表 對哪一個單位有興趣 研究方向景觀 應該買哪個單位留層價錢 我們可以Zoom 討論 暫時未立即開賣 因為未來Concord的planning 都是說未來這個星期 會再開始賣Panorama Collection 即是樓上10pan house level 那裡賣了一段時間 才會去正式賣Vista 所以大家不需要很急 立即要做決定 所以需要跟Carrie的指示 看我們的影片 去決定到底哪些單位 適合大家 喜歡甚麼景觀 喜歡甚麼樓層 我們就可以做下一步行動 我們說回剛剛的價格 應該是大家最關心的一件事 一房單位有兩隻 剛剛說了向東是A1 向北是A2 他們的價位 這些是未包車位的價錢 大約是由70萬頭 70萬中去到80萬開始 而且是starting price 即是大家如果想買A1 這個單位的話 期望75至80萬左右 A2這個單位可能是80萬至85萬 這是未有車位之前的價錢 但很大機會一房 是未必有車位的 這個我再更新 兩房單位 剛剛看到有不同的兩房單位 有些是有GAS 有些是沒有 有些是沒有 600多尺到845尺 他們的starting price 是mid 90萬 但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小的單位 600多尺 所以大家要預算這個價錢 90多萬 主要是講這隻最小的兩房單位 如果大家看中的是Carrie說的 那些向西 有central park景觀 800多尺那隻兩房 其實計算價 大家可能都要預算110多到120之間 如果大家喜歡 那隻很實用 接近三房那個 930尺的兩房加GAS 即是第三間房有窗沒有櫃 然後向西北角有山景 有central park景的話 它現在出來的starting price 就high 120萬 其實它說的high 120萬 大家可以預算是830萬左右 830萬左右 在Metro Town買一個接近三房單位 都不算是一個很誇張的價錢 因為之前Carrie買central Metro Town的時候 很多三房都是850、860萬起跳 最後這個三房C1單位 就是向西蘭的corner三房 這個三房單位1015呎 它這個單位的價錢 現在定價 開始由最低的四樓單位 開始計算起 就high 130多萬 即是接近140萬開始 你預算三房單位每層 跌加的數字會大些 可能差8000 一路上去 所以大家買十多十多尾二十多樓 應該都是接近850萬 鬆一點的 EV Parking 所有單位的車位都會有EV Charge 即Level 2 Ready 大家再買Charger 現在暫時的定價 正常Size 47500 細Parking 39000 然後Locker的話 Standard那隻是6600 Premium是9600 甚麼叫PremiumLocker呢 Carrie之前有和大家拍過 有一個Locker 進去 有門開了 有些Panel Board 可以很安全的 擺放自己的貴重小小的東西 例如Bike 有得插電 可以放個雪櫃仔 那隻就叫PremiumLocker 今次的Deposit Structure是怎樣 暫時定了20% 大家只要有身份的人買 就5% 跟之前很多康學的樓盤一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入表 除了要告訴Carrie 哪個寫名 和Contract Writing Info之外 都要準備5千元的本票 或者檢查 然後當你買到單位的時候 就給5% 下一期就是2024年2月15日 即是明年 即是半年後 下一期的5% 就是明年的差不多時候 9月15日 然後2025年再隔一年 最後還給5% 等收樓再給所有其他費用 包括稅項 律師費 和尾數 現在很多朋友 買樓盤也好 買現樓也好 都會很關心尾數 和後面的付款方法 所以Carrie最近 和我香港的助手Betty 在我的網站上 弄了一個10頁 幫助大家了解收樓的程序 和什麼 大家上去我的網頁 有一個叫重要資訊 進去就有一個連結 叫做物業成交時的尾數 以及不同的稅項 這裡Carrie盡量 根據大家有時有機會 會想問的問題 例如我不是溫哥華 可不可以成交 有什麼稅項 PPT GST 有什麼新樓稅豁免 還有之後 有什麼海外買家稅 我全部都放在網頁上 大家可以上去看 但是比這些更複雜的稅務問題 或者潛在的ris 就真的要諮詢你的會計師 和你的律師 Carrie也有些經驗分享 給大家 各位買家 尤其是未有身份的買家 有中局 大家也可以看看 這些價錢 剛剛說的 全部都未包稅 有5%GST 和2%PT 這座樓 預計是2028年的年尾 即是2029年左右收樓 大家等待期比較長 上一條影片也和大家分享過 買這些樓化 大家要注意時間線 適不適合自己 如果大家未有加拿大身份 即是你可能用Work Permit去買的話 看看Work Permit的有效期 有沒有超過183天 如果是超過的就可以買 如果是沒有的就不可以買了 如果大家是Non-Canadian的話 你的Deposit Structure是會不同的 大家看到是會30%的變了 所以你一開波 給下來的錢是10% 請大家準備好足夠的現金 然後明年的9月份再給10% 2025年再分開兩期 給10% 總共是30% for Non-Canadian的 Panorama Collection 就開始準備賣了 Carrie收到的小道消息 未必準確就是這幾天的事 Panorama Collection 其實是一個比較不同的銷售方法 現有所知道是第一回合買 即是接下來幾天去買買的客人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優惠 就是可以送車位 也會有一個Locker 3300元的減免 也可以WAVE最後一期的Deposit 即是15%Deposit Locker選3300元 剛剛提到Carrie現在在香港 怎樣可以幫到大家繼續買樓 大家可以放心 我們跟發展商的關係很好 基本上半夜三間 我都會起床和Concord那邊 有些很熟悉的銷售方法 幫大家安排 appointment 所以這個arrangement 如果你是對 無論是Panorama Collection 還是Vista Collection 有興趣的 請你隨時WhatsApp我 或者是剛剛上的link 登記 我們會基本上是24小時 甚至是一見到這個message 就 either我 或者我香港助理Betty 已經會回覆你 根據你的urgent程度 如果你立刻要買 我就會幫你立刻安排入表 立刻陪你進去看示範單位 至於剛剛說過 跟Carrie談的 會談一些細節案 入表策略 有什麼程序 我就會告訴大家下一步怎樣做 希望這樣可以幫到大家